来给大家近看刚才直播介绍的这一本持戒波罗蜜 它是根本上是连生活佛里面说戒的一些文章 这个是师傅在好几年前注印500本的 以前我不红 所以我帮师傅拍冲出去呢 其实迟迟都一直无法拍完 但因为这一次的证书活动有了大家对我的信任 相信这一次呢就能够很圆满的把持戒波罗蜜 送到给各位有缘者的身上 这是他的目录 里面有很多很多回答关于戒律的问题的 我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当我读的时候 它其实让我反思了我自己的种种种种的过失 很多时候顾客来找我看命呢 都离不开 因为他的人生目前过得很不如意 而且他看命找了很多的师傅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所以始终有一个问号 是他穿的颜色不对吗 是他没有用到幸运号码吗 还是因为他的八字天生就是排名 因此怎么改都改不到呢 还是冥冥当中就是天的力量比人想要努力的那个力量还得大 因此根本不用改命 因为命没得改吗 我告诉他们不是的不是的 根本不是这样的 你做了这么多为什么改不到命 因为你的方法错了 你的方向错了 因此如何找对方法 如何找对方向 一定要从了解戒律开始 我很开心这一次终于能够把这本书送给各位有缘的观众们 也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如此如此的相信我 好好地去研究这一本戒律的书 你一定会过亦非浅 不要心急 不要觉得第一次读不明白 是不是代表你没有佛缘 别急 我第一次读佛书的时候 也不见得全部读得懂 第一次读诗尊文集当下的明灯 可能我自己只读懂 大概五十八千吧 但是后面呢 因为出来说法给你们听 出来度众生之后 我才真的明白了更多 关于什么叫做持戒 什么叫做守戒 以及原来想要成就菩萨 想要成就佛 想要这一生能够脱离轮回 就为什么守戒那么那么的重要 我很想把我所得到的幸福 把我所得到的快乐 都分享给你们 因此与你们共勉之 各位加油 持戒波罗蜜 我们一起努力 我是李季千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 一月六时很吉祥 SASIT DELE